明星賽過後 我們來檢討一下各個球隊 還有我記前的分析 當時我說太平洋強弱分明 的確 今年打出是強弱分明的戰績 因為呢 鳳凰傳太陽隊已經15連敗了 我在賽前說的 就說他是太平洋區最差的球隊 果然沒有錯 而且在這個球季開始沒有多久呢 他就準備翻船 已經做出一些球員的交易 然後想清除一些薪資空間 所以太陽隊最後一名無可厚非 那在這一區裡面呢 我覺得 對我說起來我的預測最大的一個敗筆呢 就是洛杉磯胡人隊 可是洛杉磯胡人隊目前為止排名倒數第四呢 我當時認為他會在這個區塊排名第二名 是有他的原因在的 LeBron James嘛 LeBron James呢 他14場比賽沒有上場打球 因為他拉傷了屬席部 這是這個球隊最重要的球員 可是在他受傷之前呢 胡人隊是20勝14敗 如果以二勝14敗的一個勝率來看呢 他應該在這個區塊 應該只是僅次於 沒錯 就是第一名的荊州勇士隊 所以 胡人隊現在排名第四名的位置 他可能一直留在第四名嗎 我可能認為在這個球季結束之前 他仍然有機會 往前衝衝到太平洋組的第二名 只是球員現在跟球隊裡面呢 是太過於混亂的一個狀況 因為呢 想跟提湖交易Anthony Davis這件事情 讓他的年輕球員打得是4分5裂 打得荒槍走板 所以呢 即使LeBron回來這幾場比賽 他們依然打得沒有特別的理想 不過呢 我認為 季后賽還沒有到 而且明星賽過後呢 LeBron James可能會開始 回到了以前在東區裡面 要打季后賽之前的一個模式 就是 大家全部跳在我的背上 我 背著大家跑去冠軍賽系列吧 因為在過去呢 LeBron的球隊三勝7敗的過程當中呢 國王隊6勝4敗 快庭隊5勝5敗 所以他雖然打的戰績非常的差勁 可是在太平洋組裡面呢 沒有太多球會打出一個非常好的成績 除了荊州勇士 所以呢 國王隊搞不好在這個區塊裡面 可以排到第三名 因為在球衣交易結束之後呢 快庭隊做出了很多有點像把 不錯的球員丟掉了這樣子的一個動作 丟掉了Tobias Harris 所以呢 好像他們想爭明年的 這個選秀權以及自由球員交易市場 在這個球季好像想提早出場 所以快庭隊我認為 可能會往下掉 國王跟胡人可能往上爬 所以在我的預測裡面呢 雖然胡人是個敗筆 不過看起來呢 好像真的有可能還是 像我估計的一樣 就是勇士第一 胡人第二 快艇第三 國王第四 跟太陽第五 那接下來我就要講西北祖了 西北祖在我賽前所提的呢 因為內亂的問題 再加上球技達到一半 Tiboto的工作我說不保 他就真的被換掉了 變成Ryan Saunders 所以這個年輕輕的教練 可以帶領這個有點內患 然後呢 忽然又改變了一支球隊打進肌肉賽嗎 沒有 他居然就像我提的 是西北祖的第五名的球隊 可是在西北祖裡面呢 我認為原來排名第四名的丹佛金塊隊 卻跳到了第一名去 你還記得我當時講丹佛金塊隊怎麼樣嗎 他是有足夠的攻擊的火力 在板凳的攻擊火力 可能是最區塊第一名的 可是他防守不太理想 除非Paul Milsap打完整季 欸 看起來Paul Milsap真的要打完整季 在開季前我曾經說過 這個區裡面 第一跟第四的球隊 大概就差三場比賽而已 看起來今年 仍然有可能是發揮同樣的一個情況 因為呢 我當時是第一名的球隊 現在是排名第四的 尤塔爵士隊 尤塔爵士隊跟去年幾乎一模一樣 一開季的時候打得一塌糊塗 打到中半段開始慢慢好起來 那打到後來呢 變成非常的厲害 特別Rudy Gobert歸隊以後呢 整個球隊就像如虎天翼一般的往前飛 那現在呢 尤塔爵士隊是排名第四名的位置 可是他離拓荒者兩場比賽 離Oklahoma City五場比賽 離第一名的球隊是七場比賽的差別 在第三名的球隊呢 就是拓荒者隊 因為我在季前開始的時候說 這個區塊裡面是不盡責退 拓荒者雖然送走了一些人 可是明顯的看得出來 他團隊的戰力跟板凳的深度 可能因為Running Hood來了以後 是提升了一個檔次 可是要在這個區塊裡面競爭 非常非常的困難 那第二名呢就像我所提的OKC雷霆隊 雷霆隊果然不出我的預料 在這個球季裡面 Westbrook有點退位了 變成PG完全的主宰了這個球隊 而且呢在防守的方面呢 又找到了非常秤值 而且呢3D型的球員像 Turrence Ferguson 再加上GG Steven Adams 雖然有他的進攻籃板的能力 所以呢在西北組裡面呢 OKC排名第二名 那第一名的球隊呢 丹佛金塊隊 雖然我認為在今年 可能真的第一跟第四會對調 可是就像過去兩年西北組 大部分的球隊一樣 就是在季後賽的時候 接下來我們就要討論西南組 西南組其實讓我非常的心痛 因為呢 輝雄隊是我預測最後名的球隊 他果然今年就是排名最後一名 在這個組 那可是我本來認為 在這個組裡面 第二名的球隊應該是醍醐 現在卻掉到第四名 沒有控球後衛 再加上後半段呢 這個交易的傳聞 一直的影響到這支球隊 所以呢 他的戰績一直打不起來 感覺起來好像 如果今年醍醐的戰績 一直位置在這個西北的第二 西南的第二名的話呢 Davis的交易根本就不會出現 嗯 沒錯 那在第三名的球隊呢 就像我之前提的 達拉斯獨行俠 本來他應該在第四名 因為醍醐的爆炸出現 所以他會提升到第三名 那第二名的球隊呢 就像我本來認為 應該是第三名的馬刺 所以在這個區塊的預測 看起來獨行俠 雖然在開季之前 他有D'Andre Jordan在禁區裡面 D'Andre Jordan可能是未來的希望 而他打出的確就是這樣子的成績 而且就像我說的 D'Andre Jordan 他現在防守的效率仍然低啊 藍板的數字多 可是並沒有辦法幫獨行俠呢 在禁區裡作證他整個禁區 防守的一個影響 而降低了他在整體的競爭力 所以在球季還沒有學數字 就交易走了 換來了 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聰明的動作 因為Persengas搭配著D'Andre Jordan 看起來獨行俠在未來 好像已經有一個核心了 雖然很多人說啊 Persengas可能合約到了 他延長的一年之後 他可能後年就要走 可是我認為應該不太會發生 Mark Cuban呢 在維持自己主力球員 以他跟球員之間的關係 以及呢他這種好勝 以及喜歡跟球員Buddy-Buddy的這種態度 而如果Persengas搭配著D'Andre Jordan 他們兩個應該是不會分開的 而且Persengas應該不會願意走 那第二名的馬刺呢 就像我賽前所說的嘛 大家不要這麼悲觀 哎呀哎呀哎呀我的媽咪啊 這是我們要送的手錶啊 等等再跟你講怎麼知道 我們要這個不要太悲觀看馬刺嘛 馬刺雖然最近也是連敗 可是至少在過去十場是六勝四敗啊 而且至少在目前為止西南組裡面 他是排名第二名的球隊啊 我們大家都說啊 他走的Kway Leonard走的一堆人 的確走的一堆人 對他的戰力是影響的 可是你要相信Popovich啊 你要悲觀的時候 你必須要相信某些事情 你才能一路升天 像馬刺 雖然馬刺呢 在今年季後賽的競爭力 我認為沒有特別的高 不過呢我相信在例行賽的時候 他仍然會打出一定的戰力 而且呢在今年的 就像我預測了馬刺戰績不會差的 那在這個西南組裡面的第一名 就是我講的修士頓火箭隊 火箭隊雖然今年是起起伏伏 上上下下 然後呢傷兵一大堆 可是你會看到Daryl Murray 真的是一個聰明的傢伙 因為呢他在整個例行過程當中呢 他推掉了一些我補強的人 他認為James Ennis III沒有用 他認為Carmilla Anthony沒有用 他認為Michael Carter Williams沒有用 這些人已經全部走了走了五個 他補進來了 他覺得可以用的人 這是他厲害的地方 所以呢他補性像Austin Rivers 雖然Rivers的reputation 可能在他老爸的麾下 大家好像不怎麼欣賞他 可是至少他看出來 他的確有這樣子一個戰力 他來的Kenneth Farade 在Kenneth Farade受傷歸隊之後 雖然Farade可能沒有辦法打到先八的前鋒 或中鋒 可是至少在板凳裡面 他會是一個稱職的替補中鋒 搭配著Nina Hilario 所以在這個季前我們的預測呢 幾個區塊裡面看起來 第二名跟第一名的球隊 第二名球隊都到第四名去了 那其他就是往上提 所以我認為這個預測應該算是可以的 不過在今年的西區在季後賽開始之前呢 我認為排名還是有機會來做調整 所以我們大家拭目以待 欸Kenneth哥今天是元宵節 你有準備湯圓啊 沒有不過我準備手錶欸 嘿嘿嘿 這比湯圓好一點吧 那如果呢你想贏著這個手錶的話呢 就到我們這一集的好小Kenneth裡面 留下言來說 你認為今年球季 你認為最意外的兩支球隊 是哪兩支球隊 我們就抽出一個幸運的得主 可以贏到這一支 嗯 F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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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bid